《快攻心2》 大家好,欢迎收起 Mootrophy 今天我们讲的电影是《快攻心2》 由于跟随的内容都会剧透 所以在这部电影之后,先回来看这部影片 但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那些组织的实际支持的话 可以透过成文会员和Superfans 现在只需要成文会员,就可以确实收起部分影片 以及订阅其他会员专属福利 好,我们正式开始 《快攻心2》,感知绝世一集的剧情 赶索大佬听传寶出的教誨 大开门,走远点 于是又前往非洲,拍摄动物大迁徙 至于其他成员,就开办了分解一条农服务公司 由张继终宋星宴的二佬为了宣传自己的公司 于是决定和邓丽一升的莫莉加求婚 成为了自己公司的第一对新人 而由王远之升的Josephine 在听到婆婆入院的消息后 到上世,可能由陈泽文升的三佬 第二下个月结婚 但到结婚当日,三佬就发现 顶不见了一只戒指,于是再买多一只 但最后因为运猎而单五 结果二佬唯有穿上机械人衣 当三佬完成结婚仪式 在经过这件事后 Josephine对三佬彻底死心 至于两个月后,二佬结婚当日 由謝君豪升级六叔 终于发现了二佬勾二嫂的这件事 最后实在婚礼就知能够狼狈落幕 但经过这件事后 一家人的关系又变得更好 最后电影就已,二佬和六叔和好 以及由林荣精升级Amel 前往非洲找大佬落幕 《发起功心意》 《无疑一套》 远远都不及前作的续集 前作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观众一开始就知道 而老欧二嫂的这件事 然后一种角色就透过一餐又一餐的饭 来推动剧情 就好像有个炸弹在餐台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引爆 就是因为有这个框架 第一次才会成功 但第二次就被分拆成两个婚礼 后部部分更加变成大型海洋公演广 一个声称 妈妈喜欢搭他的水族馆 另一个就声称老爸喜欢带他去海洋公园 所以今集明显遭到商业上的干预 你都不难怪子华 不参与商业未录的第二集 尤其是带半部戏 都要在海洋公园里面发生 但终所都知的是 海洋公园近年被人的形象是负面的 因为当你在新闻里面 一听到海洋公园这四个字 就会知道他们又要找政府拿钱 所以找一个被人印象差的 场地赞助商 已经是一个先天的劣势 而导演曾永生 选择的包装方法就是 这个是Monica 和父亲的童年回忆 连他弟弟 由Jeffrey 升约Marco 都不能进入 但整件事被人感觉 他只是随便找了藉口 因为任何地方都可以堕入 再加上的观众 已经不能对海洋公园 产生共鸣 所以这个绝对是2024年 其中一个失白的大型广告 因为第一集所带来的感动 而入场在第二集的观众 最后会发现自己成为了一棵韭菜 然后被人无情收割 总括而言 《快工心意》 无议一套严重被商业因素干预的作品 再加上导演曾名身 由于只有三马夫的情咬金 一样忌穷 都令人觉得 没有王子华的第二集 完全被比下去 除此之外 今集《三老》 和Josephine之间的反反复复 已经去到一个 令人觉得烦艳的地步 如果不堪有第三集 希望不要再探讨良人之间的关系 坦白说 作为一个曾经喜欢过第一集的人 见到逐集 将第一集所带来的美好印象 彻底摧毁 确实难以接受 事前也难以想象 导演会说什么逐雕 将自己的成名作 新手出演到这个地步 希望导演未来 能够代表我们 和佳人一样的作品 最后 我给你推荐请到位 大家先看 导演者讲述 由女爵安瑟的马文迅 是一个对奇标专家 他专门将手标 改装重陷转售 亦即是用真的零件 去改造成假标去谋利 但有一天 二手标商的龙头 来补空的介任人 由姜涛升级来宿摄穿他 并威胁他 要帮自己做事 于是马文迅 就被迫前往日本 偷取身在《时计物语》里的 三只不加索名标 与他同行的 有经验丰富 有将其冲升的大冊 负责包拨 由白纸星的渠王 以及为帮母亲 赚取医药费 由老浩廷升的阿佑 打踏线期间 马文迅 见到《时计物语》 收起了第一只到达月球的标 Moonwatch 令他大为震惊 但在《大冊》和渠王的威胁下 只能被迫打烧 偷走Moonwatch的念头 还背起重人的提心合力下 成功用对奇标 将三只不加索名标 偷龙转服 但因为中途发生意外 结果这件事被曝光 与此同时 马文迅一行人 意外遭到日本人追杀 然后终于得知 原来是渠王 将Moonwatch偷走 于是马文迅提议 将四只手标 拆件 结回香港 然后思议回到香港 便被莱叔捉住 于是马文迅 便以知道手标零件的所在地 为由 要协莱叔 要他确保住人的安全 最后在双方交叉期间 一终日本人马出现 将走莱叔手中的Moonwatch 并将少人所在的游车炸爆 然后观众得知 四人一组和日本人传通 借这个机会 利用金钱脱河 透过假死 以永久摆脱莱叔的控制 《盗阅者》 无疑一套 不过不识的商业片 导演员建伟 将既单真实案件合成 并加以改编 最后的成品 没有缝合感之外 剧情更加比不少的电影流畅 全音剧情简单而明 简仍的角色设定 再加上一定的官能刺激 色凉的笑位 以及明快的节奏 道理这套电影 成为更期难得 各方面都平衡恰当的商业片 至少找不到太大的问题 有几多更期 明显各方面都失败 结果最后 雷为观众耻笑对象的前行作比较 只能说 映往今年的河睡档期 选择了电影 对比去年的映往河睡片 超神惊吓叫往下 导致者 明显价有竞争力 不止今年安乐 欢喜瓶 快乐工心意 再是一仗呢? 至于演员的表现方面 将继统合如期分 法子负责大部分的搞笑场口 而他们两个救人 戏女戏爱 都带着两个新人 女状的表现 明显比较在死死死死死死 14号 考试方面有明显的改善 至于盧浩亭 中规中矩 四人交起来 确实拆出一定的火花 至少比预期中好 这招救人带新人的策略 确实有效 至于第一次选择反派的姜濤 更加准确来说 他是选择一个 为所欲为的富二代大小孩 最后出来的效果 比想象中好 至少突破了他之前那两部电影 所扮演的忧欲青年凌雀 看来他确实需要更多的机会 托付自己的气露 远离之前那些忧欲青年角色 总括而言 《盗月者》 确实一套近期少见 难得做到简洁而有力的商业作品 绝对适合在设计档期一家观看 只能够说 《盗月者》 应该是导演员见位 目前最好的作品 绝对能够和同一档期的 快攻心意一较高下 现在只能够希望 Macerville的下一部电影 12怪盗能够有相同的水准 最后我给你推荐成到位 想看一看 临时结婚讲述 由郭富城升级梅兰 有一天 和两位临时partner 打劫找换店 与此同时 由姜卓文升级阿兰 和他的找换店职员女友 指编制到另一场打劫案 他虽然完成后 和女友结婚 然后远走高飞 但两群人马打结完之后 阿兰就因为一时的贪念 导致他的拆装 遗留在 由林家栋式的粒水的车上 于是他只好拿走梅兰天的拆装 结果中途 梅兰天找到粒水的的士时 就发现里面只有阿兰的袋 于是梅兰天就威逼粒水 和由任然齐升级慕容辉 前往由姜大卫升级哈兆所在的地 并发护身属于自己的钱 最后三人得手后逃走时 就遇上阿兰这段亡命烟殃 但很快 五人就遭到哈兆一班人马 重重包围 结果梅兰天身手击败哈兆之后 就留住身亡 临时结婚 无疑一套不过不失的商业片 电影早已两年前拍摄完成 所以和造业者一样 并不是专为赫水档期而拍摄 电影人物启光湿度 他之前也有参与过 《闻探》和《断命甘》的发摄 所谓电影充满一定的银行影像影子 因为电影都是讲述一些 生活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挣扎 主角三人都是因为生活艰难而被逼打劫 并不是窮凶极恶的罕匪 只是三个为世所逼的可怜虫 一个是想赚钱 然后回到安岚和老婆过平静的生活 另一个是想买房子和加入过更好的生活 还有一个是想保住自己的老人院 但可惜现实迫使他们低头妥协 结果他们只有一狗 便被踏洗一条不归路 而在现实 我们每一天都一样 被商家、业主和资产商打劫 只不过我们不能反抗 只能够每一天埋头苦干 然后向这些打劫我们的人 相受奉献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只能够说 虽然戏剧源自于生活 但现实有时确实比电影更加放弹 所以难怪有大群的香港观众不想消费 以防止继续被人打劫 总括而言 《临时结婚》 无疑这一套值得令人反思的作品 疯狂、荒大的剧情 背后暗示大环境 令香港人生活得痛苦不堪 当中年人都生活得如此堪坑的时候 尽何况以阿南为代表的年轻人 他们更看不到未来 这个也是令《临时结婚》 成为今年比较令观众有共鸣的賀岁片原因 因为现实都只是一个 你结果,然后我结果你的游戏 但可惜直到目前为止 在内地上升了接近一个月的临时结婚 飘房只有大概2亿 将来新的一年 郭富城继续飘房毒药 但至少已经高过去年年一亿都没有的 风在起时和断网 最后我给你推荐到位 想看就看 以上这今期有没有分析的内容 如果想看过更多这两型影片 记得like、subscribe和share出去 还要follow我的IG 您的支持 绝对下期视频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Mujofi 我们下次再见